啊你看看他一天靠抢红包吃的跟个嘎嘶罐似的 这样是进咱们家宫还不得爆炸了啊 小米莲 你家人说我像嘎嘶罐 这个我比 但我炸不了啊 我没气啊 但是现在我有气啊 小米莲 咋俩呀 黄了吧我走了 你我走 我就走了 宝宝 你别听他们的 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宝 你知道吗 你就是我一直以来 期盼的完美伴侣 我不能没有你 我吃饭的时候想你 工作的时候也想你 我今后的漫长生活 更是不能没有你 你会这么好 宝宝 小米莲啊 你给你爹留点脸吧 我当年我戒烟戒酒 我怎么就要了你这么个玩意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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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爸 别扔气 妈 别扔气 哎呀 这个年轻人的爱行了 你们不太懂 来 你们该那个厨子留的炉子 对对对对 该都走吧 走吧 走吧 我往哪里走啊 是啊 我们还往哪儿走吧 你 妈 妈 你们不是说要去那个养老院住去吗 对啊 哎呀 我们去什么养老院呢 这不嘛 咱们小区的你陈叔 住养老院去了 我和你爸行事啊 我们都是老同志了 过那头去看看他们去 再说了 就你们几个在家 把家长成这样 我和你爸能放心离开这个家吗 那你不是去养老院住 谁告诉你我们要去养老院住的呀 妈 我们就是不想让你们去养老院 才演这出戏给你们看的 我也没让人骗了 妈 不能去养老院 我们还没跟你们带够呢 爸妈 人家都说 家有一老 母有一宝 咱家俩宝呢 我们还要送你们到老呢 对 你们养我们小 我们养你们老 说句实话 我跟你妈也舍不得离开你们 现在我们也没有去养老院的打算 是啊 等到你们日子过好了 小米正也成家了 宝宝也长大了 对 我跟你妈到那个时候 就去养老院 安度幸福的晚年 哎呀 那个 大宝啊 也是来配合我演戏的 那个 其实她也不是靠抢红包活着 大宝这人挺好的 还这么孩子 叔叔阿姨对不起啊 那个小米粒啊 你看这都多好是吧 要不咱俩也是假戏真官 我就不滚 你还想干啥呀 我想干啥 我叔叔阿姨不是想上养老院吗 我开车送你们去 好 叔叔 你这孩子吗 好 老师哥走吧 那这给你们干啥呢 好 给我 你们先走 你们先走 叔叔阿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你说 你不也盼望着小米粒早点成家吗 那我和小米粒的事 你合递合递呗 你要是同意 我就开车送你去 我还是打车吧 叔 咱这有车你打啥车呢叔阿姨 干啥 看着数钱呢 别别别 数人家钱干嘛呀 来咱加油 来来来来 哎 我一早 哎 哈哈哈哈 哎呦 大姐吧 啊 你那有一万块钱 我这也有一万块钱的工程款 啊咱俩一样 男人有了钱得想着自己的媳妇 哎 媳妇 哎 来 哎天热了 两千块钱 买一条裙子 谢谢老公 谢谢老公 你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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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男人有了钱 先想着的是自己的老婆 天热了 拿着 两千块钱 买十条裙子 咋的 这一年就够用了 老公 啊 我爱你 哇 哎呀 亲爱的 啊 我知道 你看上的那条裙子呀 是四千块钱 啊 那你给我两千干嘛呀 买半事啊 买前半事买后半事啊 哎呀 差两千块钱 哎呀 这差两千块钱 可就让为夫为男了 别闹 当真多人面 你不那里边不还有钱呢 你直接给我 呦呦这不行 这个是工程团 那你给我两千到处我干好 那就别买了呗 什么玩意就必买 你非得买衣服啊 啊 你怎么贴你啊 哎呀呀 买件衣服还没完没了了 行了 你再给我动手 行行行 别少别少别少了啊 这不是那个 你看你看这 这不是你大姐夫刚给我两千吗 啊你拿着买去 行不 拿着 不要你钱干嘛呀 不是你看 停时啊 你说我跟你大姐夫也挣不了多少钱 对 在这方面呢也帮不了你啥 这不是你大姐夫 刚中彩票了吗 对对对对 拿着 你大姐夫现在不是手头宽臭吗 顺风现在紧吧 你拿着吧 对我紧吧我紧吧 拿着 拿着 不是 大紧啊 你看你从小你就对我好 你就老让着我 这紧 石条裙子还你 我在赞助你十条 不行不行 不能要 二条裙子换着穿呗 冬天套着穿 不行不行 我不能要你这钱呢 你看你 你给我上一条 你干什么 大姐 大姐 那钱你拿着 这钱你大姐不能要 大姐夫 这十条裙子 你替我大姐收着 姐姐 不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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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瞅瞅 玩玩就几眼 我和大星哥被你贴得跟厕所那脱布似的 不也挺热是吗 等一下 你比较 你比较初步你先画圈子 你是不是 你俩 行了 你看你俩在这嘚子 你看看人家 2月14号情人节 人家陈霜入队的 咱们干啥呢 斗地主 五一长假 人家大理立江 咱们干啥呢 斗地主 七夕八一十一 我们干啥呢 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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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十一月十一号了 能不能让地主歇歇 笑什么 这把牌是不是老吃呢 你才是呢 你是不是抓了一手农家肥呀 行 你俩哈 我刚才准备让你俩一把 看样子不把人家打哭的 你看看的啊 看的 哎呦我的妈呀 还打哭呢我跟你讲 头小的孩子说了 这一半我告诉你我都有啥 跟你爆片啊 大王仨二咋敢 全在我儿子的 哎呦我的爹呀 小王仨姐仨全全是带人的 嘿嘿我俩夹一块七八个炸的 我要不把你炸地香包里面的是得随风摇摆 你都不知道什么叫斯大发明 哎呦我的天呐 你俩这么嚣张是吧 那这把输的干啥 干啥干啥干啥 干啥 今天双十一是吧 光棍节是不是啊 咱们输了就强制脱单 大美小米粒都叫过来 当众示爱 敢不 就堵了打了 真是我跟你讲我这排还能输 一会儿大马来我 咔嚓给他搂怀的 我挂着抱下来 然后我给他对那排高了一会儿 我开始唱 唱一会儿曲弊 大马来说话的 说啥呀 从这以后我就是大琴子的员啦 哎呦这家让你吹的吧 这牛让你吹的 黄小黄 这把我要是输了 我就让小米粒上赶着向我求爱 啃球 起球我都不再搭固他的 我让他哭他就哭 让他笑他就笑 我让他哭笑不得 你信不 哎呦这样 这牛让你俩吹的 你俩要真敢这么爷们哈 你看见没那条路 待会儿走过来第一个爷们儿 就是我爷们儿的 好 一五五排 大飞机三四五六七八一样啥 两面求诈 炸他 炸他 大琴子你炸的 炸炸炸 大琴子你炸的 别六排炸他 我没六排我就炸大 你先炸我后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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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是不是让纸条子 把你俩扑到瓜子 护成死亡的了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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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七八个炸哪 要不要 過 停 怎么了 小徐啊 那个警车查都来了 那个派出所警察都来了 我告诉你 这干啥呀 就给股东坏个店 完了警察都来抓呀 哎呀行了行了 别那么紧张 没事 待会我跟警察说啊 责任不在他 是吧 他也是好心嘛 要说责任的话赖我是吧 我这里有问题 小经理 你别说了 明白了没有 犯主犯主 对不起 对不起 往后改造啊 咋的了 躲开一直没 张经理 哎呦天真没了 我明白你对我好 但是这个错误 我一定要我承担 对不起 我给你一会儿跟警察走 我出来了 我还回你这干活呢 我当保安 我一定要好好干保安 干啥呢 平时 所以你这孩子也有毛病 他在这跟警察走了 你怎么还嬉皮要脸呢 人一少脸立功了 干啥 你又进又重新改造 咋的了 怎么回事 立功是咋么回事啊 人家警察说了 有一个小偷正在那个咱那27号楼行窃的都已经得手了 然后不得坐电梯下来吗 正好就卡在电梯那了 停电了吗 然后是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那电梯里削痒 我给憋玩玩的了 最后打电话自首了 人家警察说要奖励这个拉电闸 然后赌小偷这个人三千块钱 但是必须得领导去 你不得去一趟吗 那行了 那我去一趟吧 不用 赵经理太忙 这个事还是我自己来吧 你别去了 我告诉你啊 小鱼 功是功过是过 明白不 你抓了小偷了 你立了功了 但是你擅自去动电闸 这事还是你的错 对不对 哎呀 张子啊 你看他也不是故意的 原谅他一回得了 以后一定要注意啊 那我那钱我给你领去 三千 回头我呢 到时候给你两千五 啊 大姐夫 啥时候学这样啊 怎么还会吃回扣了呢 这请吃 不是 什么吃回扣啊 罚他五百块钱 我给他垫呢 他不得 这属于扔狗平分呗 啊 那个 谢谢啊 啊 走吧 一定让狗吃了啊 放心吧 哎呀 是我说你是不是疯了 啊 你把狗喂吧 我说他叫你不得更欢哪 人一宿不用吃 哎呀 媳妇啊 你记住一句名言 你老公比狗聪明 没看出来 我在那肘子里放安眠药了 哈哈哈哈 你给狗吃安眠药 我都吃一把了 他吃一片怎么的 不行啊 天哪 这狗还有好吗呀 你听 行了 哎 对对对 你看 行了 行了 静了啊 行了 大家伙快睡觉去吧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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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哎呀 再不睡 我就疯了 快 睡觉了啊 哎呀 大家都睡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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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废了他 哎呀 哎呀 我受不了了 哈哈 叫你我太忙弄人了 那我心哪 反正你俩也不会 我在你家趴会儿啊 哎 师傅没拿自己当外人啊 往前 开饭了啊 怎么那么认识呢 不是我问你啊 就你家那狗现在还没睡吗 没睡啊 嗯 你家那狗一点困劲都没有吗 对啊 梁眼珠邓流远 我精神了啊 那不对啊 刚才那肘子 他吃了没有啊 没吃啊 肘子呢 我吃了 挺香的 吃完了 这里有点放昏 哎呀 你说咱俩一会儿多少年没见了 就是啊 我还以为你出国了呢 前两天做梦啊 我还梦见你了呢 我还梦见你了呢 是吧 孩子们快出来 咱家来贵客了 哎 来了来了 来客了 啊 这是谁呀 啊 这是妈妈年轻时候的闺蜜 快点叫刘姨 刘姨好 好好好 这就是你家的三宝贝吧 对 大米粒 二米粒 小米粒 小米粒 哎呀 这苗她的身材 跟我年轻的时候 一样一样的呀 谢谢刘姨 二米粒 哎呀 小脸蛋啊 跟我年轻的时候 一样一样的呀 谢谢刘姨 大米粒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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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大鸡鸽子 是不是跟你年轻时 一样一样的 一点都不一样 行了行了 阿姨来了 你们呢 赶紧 挤水果 吃啥水 做好吃的 哎 我说老米啊 这房子啊 是你自个儿买的 哎呦 我可买不起 这不是嘛 我二姑娘 做点生意 挣点钱 给我交的首付 这房子还真是小了点啊 不小 一百多平呢 一百多平啊 你们鸭子都住这儿啊 是啊 哎呦 我天哪 我这脑子里头啊 我那个画面一出现了 就是早晨上厕所的时候 大伙都在那儿骑着排队 哎呦 我的天哪 我不能想象啊 那你们家住多大房子呀 哎呦 我家也没多大 二百多平吧 呦 那也没知道我家大多少啊 那就是客厅 啊 那么大呀 妈呀 那你要是上厕所 可得紧走几步 要不然走半道 就得解决了 老米呀 你也太落后了 我告诉你说吧 我家楼上楼下 四个厕所 啊 那么多厕所啊 嗯 你家空气不新鲜吧 那得啥味啊 家里就我一个人 你说能有啥味啊 客家请坐请坐 太微笑了 哎我给你倒点水 哎呀 我说你那儿子还在国外呢 哎呀 可不是在国外呢吗 还给我找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儿媳妇 是啊 还给我生一队双胞胎混血 哎呀 太好了 哎呀 就是不能常回来看 哎呀 老刘啊 你是最有福的了 你看 你就生一个孩子 就是个精品 你再看看我们家 这傻丫头 一天让我超老了心了 老米呀 你知足吧你呀 一个丫头就是一个小棉袄 仨丫头 你仨小棉袄 你弄不出被子来了 我连一个小棉袄都没有 妈 哎 来 该吃药了 快 吃啥药 不吃 哎呀妈 你最近胃不舒服 人家医生都嘱咐了 让我们姐仨好好的给你吃药 一对都不能差 来 我喂你 来来 这孩子说不吃就不吃 妈 二米小米 你出来 咱妈可又不吃药了 妈 你怎么那么顽皮呢 怎么又不吃药啊 小米 咱妈胃不好 不吃药 怎么办 咋办 往下挂 你来往下 行了 我可以走了吗 我有事 我有事 我可以走了吗 谢谢 等等 哎呀 干啥呀 怎么了 我就想问一句 那么不是你偷的钱 你为什么拿出一万块钱给我呢 我没法跟你解释了 我想给你留点悬念 行吧 我可以走了吗 我想明白了 你等等 你这个悬念 我已经破解了 第一 你肯定是有啥急事想走 他不是才看中来了 怎么 第二 你被王小茜给茜住了 主要是你给茜住了 第三 你是怕我这个卡落到坏人手里 钱被人取走了 对不对 好人哪 哎呀 哪里 哪里 那行 我 我可以走了吗 还送 对 对 哎呦 张总 干嘛 我工作 你看 我告诉你 我的公司就是倒闭了 我也不要你 什么 他的公司要倒闭 啊 他 这么好的人 咱们怎么能让他公司倒闭 张总 我来帮你 不是 这用一个卡 老板 小姨姑爷爷 你卡 又拉着了 你还六毛六 哎呀 哎呀 我饿死了 小米烈 你这抄着啥呀 不能给我打把手 谁说我没打手啊 我这不拿着筷子等着吃呢吗 就知道吃 你说我要炸丸子 我让你大姐夫带一桶不红大豆油 说到现在他也不回来 对呀 吃一桶红大豆油 为健康生活加油 是啊 没这豆油也长不了丸子呀 真是 你说的上哪儿买去了 这么长时间都不回了 钱顺帆 气死我了你 你要干啥 你今天到底 妈呀 俩又吵起来了 我得看看你 帮我盯着锅啊 好来 你劝劝我二姐啊 真是 最近呢 心情有点低落 小米烈总是不理我 都说女孩喜欢浪漫的 我觉得我挺浪漫的 这几天我想明白了 不是不够浪漫 是不够惊喜 今天我给她来点惊喜 争取把她浪漫蒙论 小米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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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嘛来了 噓 三 二 一 爱就像蓝天白云 晴空万里 忽然暴风 嗯 精细光 哎呀咋的了 咋的了 高压过爆了 啊 真的 小米烈 噓噓 小米烈咋的了 被我浪漫蒙了 什么玩意 快快起来 你起来 干的 哎呀 你干嘛 你想吓死我呀 你来干嘛来了 不是这样啊 你大姐夫 让我帮她送一瓶 富红大豆油 你是来送油来了 还是来要我命来了 我想给你惊喜 我没准备好 你准备好 你不还得把我吓死啊 天天静梗没用的 你赶紧走吧你 干干干 干干 那行 那小米烈啊 那我重新准备啊 哎 什么呀 能把人气死了 咋的事啊 你别提她了 我不知道她最近怎么了 总说要给我制造浪漫 这不挺好吗 好什么好啊 你就说昨天吧 给我打电话说 哎你出来呀 我给你个惊喜 结果我高高兴兴地跑出去了 我一出楼道口 我一个大钱趴子就宰那了 咋的事啊 她把一整盆的花都放楼道口上 我没看见一脑子宰进去了 哎呀 你这甜的 我们就是个二十 行了行了别说她了 这油也到了 你快给我炸碗子 行 炸碗子 哎哎 这一卡片是不是给你写的 我看看 我的女王真美丽 日日夜夜思念你 这写的什么呀 这么俗呢 是吧 我的女王真美丽 日日夜夜思念你 只要你在我身边 你爱咋地就咋地 你看人写的多好 我妈刚才说她要拿多少 那我应该拿多少啊 爱咋地 妈 哎 妈 啊 您来我跟您说点事 啥事 来妈 你说 妈您坐着 哎 妈 我知道您的好意 是吧 您是为我好 但是我心思吧 这钱我不能要 你看都说好的事了 你这孩子 妈我真的不能要 您说我拿您的钱 这算啥事啊 啥事啊 我也不能拿您的钱 再给我八戒 这是您的钱 我该给您多少钱 我给您多少钱 等会儿 哎呦 这我可看见了啊 妈 这两万块钱是你的 你把两万块钱 给我大姐夫 然后我大姐夫 再把这两万块钱 给我爸 对不对 喝 太快 妈 你们娘俩这不是在合伙忽悠我的吗 你好好想想 你过生日 爸过寿 我给的钱可不少啊 是是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您啊 哎呀姑娘 你误会了 我没误会 我都看见了 我都 不是 没有 我听我和你说 你什么都别说 你是女婿 我也是女婿 妈 你这事做的 是不是有点偏心眼啊 不是妈 妈我觉得 我觉得我妹夫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这事我觉得您是做的有点偏心眼了 孩子 我是偏心眼 可是我骗的是她呀 啊 谁信呢 哎 二姑娘啊 你就别瞒着妈了 最近你的公司 是不是资金周转有点困难了啊 是啊 不是你咋知道的呢 二米粒都跟我说了 昨天回来 一进门就哭 哎呀 你说她把这些事给告诉您干嘛呀 让你着急 你们都是我身边的孩子 谁有困难 妈能不心疼啊 啊 有事不跟妈说 跟谁说呀 孩子 这些年呐 这些年呐 你给爸爸妈妈的钱 我们一分都没花 都把它存到这个里了 来 连这两万块钱 妈都给你 孩子 妈妈这钱我不能要 我不能要 你听妈说 以后啊 有钱就是有钱 没钱就是没钱 别装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